新闻夜谭夜精彩我们跳出深圳再来看一下其他地方的新闻 最近贵阳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是遭遇到了疯狂的司机 在贵阳市的一个小客车站的门口 一辆银色的小车车见到交警之后 加速倒车撞上了公交车之后 人家仍然继续在道路中间来回穿梭 这样的场面发生在贵阳市的一客车站门口 一位疯狂的司机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执法 居然不顾大家的生命安全上演了惊险一幕 刚开始面对交警 驾驶员有一个停车的意识 但不知为什么司机突然轰起油门加速倒车 就在倒车过程中正好和一辆转弯过来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造成了两车受损 但司机并未停止其疯狂行为 最后在前方车辆协助下 执法队员终于将这辆车拦了下来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 驾驶员承认自己在非法营运 他看到交警检查 害怕被罚款 就司机逃走 由于涉嫌非法营运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车管部门已将轿车进行了暂扣 而司机也将面临处罚 就因为害怕被罚款 就致大家的生命安全也不顾 是啊 这司机啊 不仅车是黑的 心也不能闯的 得好好处罚才行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